離開我父親 Joyce 相信我 他很快會成為我父親 他在海外殺出了極短劇市場 中文在線隱藏了自己的中資DNA 在美國強推自家串流平台Real Short 找一群白膚色的外國人 演出老掉牙的鄉土劇情想不到 竟然深受美國大媽歡迎 晃動的鏡頭超假的特效 可以窺知Real Short主大超低成本製作 和有猛狼人結婚愛上霸道總裁 即使每部片都猜得到劇情怎麼演 卻還是吸引了一票美國觀眾買單 中國把在國內實驗過的成功模板 搬來美國一樣畫葫蘆照樣管用 每集只有短短兩分多鐘 想要進去看只要付點小錢 對觀眾來講成本不會太高 但對短片公司來說擊殺成塔 Real Short認為的短劇集 竟然一支可以創造出百萬美元的收入 短劇集是疫情時期推升的影音模式 在Real Short搶進美國市場之前 就有Disney 高盛還有BBC投資的Quibi 用大卡斯高製作成本強推自製短劇 當時募得了17.5億美元 沒想到雷聲大雨點小 2020年竟然以失敗退場終止服務 這讓中國來的Real Short少了競爭者 在2023年11月中甚至還擠入超車TikTok 成為美國App Store下載量最高的手機應用程式 然而不到一個月 11月底Real Short就跌到第15名 不禁讓人猜想 Real Short的榮景或許撐不了太久 Let's go 相對於不知道能撐多久的後起之秀 在美國市場幾經瘋瘡的TikTok 至今仍舊屹立不搖 TikTok在2023年成為全世界第一個 讓使用者付費超過100億美元的 非遊戲類應用程式 全美國有將近70%的青少年 都在使用TikTok 而個資竊取的風險 讓美國政府想方設法要禁它 我們會禁止TikTok TikTok是一個共產黨的共產黨 他們每天收集資料 每天的資料 年輕人必須知道 是他們的安全性被控制 除了數據安全風險 美國有的州政府也控告TikTok 只在乎公司利益 而罔顧了青少年成癮的問題 害他們花大量時間使用這個App 跟技術上升 跟我們喜歡和分享 和留言和小狗的影片 然後我們得到那些狀態的影響 都會變得更加緊張 研究也發現 年輕人的大腦 已經變成TikTok的形狀 什麼意思呢 就是長時間接受短影音的刺激 讓他們對於只要超過一分鐘的內容 就不感興趣 甚至還會出現壓力反應 中國的影音互動平台另類洗腦 引發了美國青少年的專注度危機 即使目前TikTok已經更改了創作者的變現機制 要創作超過一分鐘的影片 才能拿到分潤 但立竿能否建議還很難說 TikTok長期培養大眾 只接受短影音短訊息的習慣 能否靠他們的新政策 就一系扭轉 還要打一個大大問號 下集中 在採訪中 選擇中 方法 在採訪中 成長